不得不说就是伦敦的天好像比被法的天黑的比较晚 现在是下午三点半 然后如果再被法的话天已经快黑了 我现在在伦敦的海德公园里面 然后现在准备去一下圣诞集市 然后现在是下午三点 他们这边都是先验证疫苗护照 然后再允许敬礼 我现在已经进来了 然后刚才查疫苗护照的时候 他不让我录像 我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还检查了一下我的包 这人家是在干什么呢 手不太稳 然后我这个镜头就一直在晃 希望到时候拍出来的时候 不会造成一种眩晕感 他们在滑冰 感觉和贝尔法西特的差不多 但是可能地方会比较大一些 给大家看一下圣诞集市里的这些娱乐项目 没有一个是我赶的 就是你看像这种 大家看看 像这种 然后还有这种 反正就是说 像我这种 畏首畏尾的熊包 就不配 就不配 反正就只适合在下面看 鞋子们我发现了 这个我赶 然后这个我也赶 就这样吗 然后这么低 大家坐哪一个马 他选一个比较可爱的 好多好多 还没有安全带飞机 然后我就 哎我的脚蹬不着 我的脚蹬不到 他底下可以蹬的那个排阶 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的视角 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转的有多快 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参照物 然后让大家参照一下 他转的到底有多快 给大家看一下刺激的项目啊 就是非常的刺激 看看看看 咱就是不太赶了 咱就这样看一眼吧 看看这么高这么高 我没有加速啊 我没有加速啊 大家体会一下我说话的这个速度 是真的没有加速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这表 再给大家看一下这表 怎么就停了呢 大家都在这个位置打卡 然后我也来打一下 然后我也来打一下 就是一二三 然后从他回去的时候 我得从这儿截 就没有办法 整个园区 我就只敢去坐这个摩天轮 然后还有旋转步马 现在准备去坐一下摩天轮 不是我胆子小啊 就是我觉得有点刺激 有风险的东西 我不是太想去尝试 先观察一下摩天轮这个速度啊 也不是特别的快 然后我觉得就比较合适 摩天轮的票卖完了 然后就下次吧 明年吧 明年的圣诞再说 我知道这个园区 非常的不错 胆子大的朋友们呢 可以体验一下 体验一下所有的娱乐项目 然后就是 这个视频发出来的时候 主机也是在明年 明年的一月二月 什么什么什么时候 大家可以看着这个视频 期待一下明年的圣诞集市 拜拜 非常的梦幻 我觉得我又可以了 我现在在等这一波做完 然后我等下上去 我忽然又多了一个梦想职业 就是当这个旋转木马的工作人呀 开始了 开始了 大家看一下二楼旋转木马的视角 这个旋转木马就比刚才的第一个旋转木马 要柔和的很多 就是非常的慢 它也有两层 给大家看一下一楼吧 好多人啊 好多人啊 然后我要走了 我就进来看看我不吃 我买了一个这个的门票 我买了一个这个的门票 You're welcome 给大家拍一个全景 我现在要过这个桥 好家伙耶 这个该怎么过呢 就这样 就这样 过来了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滑滑梯的形状 它就是特别特别特别卷 然后忠告就是 做滑滑梯的时候 要把腿本来是这样病着的嘛 然后就差特别大 然后就撑着那个滑梯的时候 这样就不会被滑得特别快 就不会那么的可怕 拜拜 拜拜 拜拜